提醒您要出去骑单车真的要小心 一群公司同时他们假日到南投竹山天梯骑脚踏车 但是没有想到行经台49线9.5公里处的时候 一名60年次的男子疑似因为不熟悉地形 结果他衰落了20公尺深的山谷当中 就难队员前往抢救 不过也因为山壁非常的陡峭 就难队员他们得利用绳索来攀爬垂降 这个抢救的过程相当惊险 这位男子连人带车摔落20公尺深的山谷里 就难队员利用绳索攀岩垂降 要把他救出来 来人家准备救 但现场身比陡峭地形险恶抢救困难 男子卡在山谷底下动弹不得 就难队员垂挂救人场面惊险 后头还动员了大批民众来帮忙拉绳索 男子被固定在单架上 利用吊车慢慢地垂吊上来 男子终于脱困了 这名男子利用假日和同事到南投天机骑单车 没想到行经台49线9.5K的时候 疑似不熟悉定行在转弯处跌落山谷 就难队员紧急将他送到医院急救 这名受伤男子吓坏了 还好他人没有怎样指示轻伤 不过当时紧跟载后的同事紧急刹车 还好没有跟着摔下去 下来的时候如果速度太快 真的就是骑车真的要小心 重力加速度整个人就飞出去 这群人假日出游没想到竟然会发生意外 还好伤者只是轻伤是不幸中的大幸 中文新闻周大祥南投报道